苏联厨子在为连队准备晚饭 一辆坦克从远处识来 他以为是战友们回来了 并没在意 突然缓过神 那是辆德军坦克 他迅速跳下 躲进背后的土坡里 坦克开进阵地 对着帐篷一顿扫射 在确认无人后继续前进 前方冒烟的灶台吸引了坦克注意 厨子躲在下面有些懵 以为自己被发现了 在他思考之际 坦克突然加速 撞翻了厨子精心准备的食物 忍一时风平浪静 退一步越想越气 看着食物洒落一地 厨子被激怒了 嘴里骂骂咧咧 浪费粮食他忍不了 一气之下 冲出土坡 抡起斧头 直接跳上坦克头顶 一边砍一边骂 里面的德军有些诧异 刚刚明明没有看到人 是谁在头顶 又不敢爬出坦克 透过观察口发现确实没人 而厨子还在继续狂砍 几个德军不知所措 开始向四周盲目扫射 厨子端着斧头 对着枪管猛砍 砍到变形机枪无法开火 坦克意识到头顶有人 想试图加速把人甩下来 几次尝试都没能成功 厨子集中身智 脱下围裙遮住观察口 再脱下袖套堵住其他缝隙 坦克彻底失去视野 就像一只梧桐苍蝇四处乱串 混乱中冲进了帐篷里 坦克被棚布完全包裹着 厨子用斧头劈开布 艰难地爬出来 开始了自导自演 故意在坦克上跑来跑去 制造出有很多人的假象 为了把戏做足 他点燃稻草塞进布里 浓烟慢慢进入坦克内部 试图让德军认为 他们已经被包围了 分不清外面有多少人 随后喊着不熟练的德语 德军心理防线被击垮了 并不想死在坦克里 随后他们打开舱门 钻出坦克举手投降 厨子一把夺过对方的武器 当德军转身看到只有一个人时 瞬间傻眼了 根本不敢相信 眼前的居然是一个吹士兵 等连队归来时 发现前方有一辆德军坦克 所有人立即隐藏起来 在草丛里观察情况 却又看见厨子在喊他们过来 士兵起身眨了眨眼睛 确定是有军 这才放心地向前走 等走近才发现 原来厨子截了一辆坦克 俘虏了四个德国士兵 而且准备好了丰盛的晚餐 并请士兵们尽情享用 一把斧头干掉一辆坦克 这并非抗德神剧 而是真人真事改编 那把斧头现在成了文物 厨子名叫伊万·帕弗洛维奇 当年只有20岁 凭借此世纪 获得了苏联最高荣誉的列宁巡章 之后他不甘心只在后勤工作 于是主动申请上前线 当一个冲锋陷阵杀敌的战士 直到1950年牺牲在战团中 这位苏联英雄 享年31岁 快